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哈喽 烈大夫 你好 岳鱼 今个星期还需要用这个月阳的方法和你聊聊天和交流一下心得 给网友知道关于中医以及病理各方面的知识 是 我在小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到 在我另一个节目里也有说过 小时候我在夏天的时候 你记得有些广告叫无名种毒生仓 那小弟的头额上 就生了很多一粒粒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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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当然没办法看到我的头壑顶 那些ciutto是怎样 我摸就能摸到 摸到它们一粒粒的硬硬的 如果你大力弒颇的时候它就会被爆了水 如果流到其他地方,又有机会删出这个瘡子,很恐怖 如是者,如果你不理他,又有点痕,之后他借了之后就会结架,结架你撕下来,一块块就很厚,这些皮是什么瘡子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乘入农历七月,但是那时候我婆婆拿了一些溪钱,帮我在身上抹一下,然后烧了一些溪钱 我又不知为什么,就是无医治愈,有些奇怪的事情 我想问你,我小时候拿了什么病呢? 这个节目我们不会讲宗教怪力乱神的东西 当然了,但是我一会儿可以评论一下这个有没有根据 我们讲回病理,我们生头疡仔,粒粒,红肿,然后再流浓,然后再在头皮位置一块块脱落下来 这些情况其实跟内分泌有关,在西医角度因为皮脂线阻塞了,然后它就会慢性发炎 然后整个泡就在头皮位置,然后就爆出来的 中医角度又认为跟肝火,跟胃火有关的 所以你第一步就要看,你的瘡是否只关在头壳的 因为有很多人,它又不是单是关在头壳的 它有些会关在上面,关在颗子,然后整个胸口,背脊,那些肺烈都会出现的 我记得是全部在头壳顶上的 如果全部在头壳顶,第一,你也要注意卫生 因为除了内分泌,青春期,然后导致毛狼,皮脂线阻塞之外 你也需要看会不会有一些细菌感染 然后令到你的头发位置不停转入那些孔孔,然后在里面吐菌 然后你的身体的免疫机制,为了把它包住,然后吐回来 所以它就要含脑,脑其实是你自己的东西 它包住细菌,扔回来 所以发炎,其实是为了保护你 如果你保护不到,它就直入血里面 所以这个头疮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中医会利用一些清热的药物 会利用一些外用的方法,帮你把这些情况清掉它 如果我再来看看,大家先不要说那些小溪钱 当然我也不相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痊愈 但是这个问题是否因为当时是夏天暑假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是夏天 而当时我大概是七岁八岁左右 换句话说,我小时候看我的照片 我是很体秀的 只是挨掃和比小孩,膝头大过比那些 因为我也有跟你说过,我生过小孩 我相信我自己当时的个人的免疫能力 或者体格,其实真的比较偏弱 是不是偏弱就很容易被这些外邪 这些所谓的病毒也好,或者这些细菌也好 加上,你也知道 四五十年前,个人卫生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 香港也很骯髒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令我有这样的奇难习症呢? 都会的,老友,因为如果身体受弱 你的身体没办法化湿 譬如我们平日经常说濕重 濕重的人就是脾虚 脾虚就不能混化水湿 接着就会导致你的身体内某一些组织 包括像无狼、油脂线 它就特别容易脏的 不同位置的组织都会发脏 所以有些人头会生瘡 有些毛孔、毛浪位置就常常容易发炎 这个就是濕重痘 但是濕重得来,因为你又脾虚 所以你又吸收不到 所以你平日身形啊 吃了东西又好像不长肉 但又发现整天皮肤出问题 你就加上我刚才说可能干火的问题 所以你找个中医师调一下它就会好些 不过刚才你说烧溪钱那样东西呢 如果单单我就这样听呢 做个估计啦 烧溪钱呢 其实就应该不关于溪钱的事 也不关于仪式的事 可能跟那个烟 就是烧完之后那个烟分呢 导致皮肤的湿度差异开始减低了 然后导致身体呢 你能够排出某些东西 排出一些汗啊 接着阻塞性就会慢慢降低 OK 不如李大夫你和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真的有小朋友这些头疡仔 他会找你去帮忙 你的护理或者医治的方法 你会有什么方法去做的 肯定呢 其实最好最好 真的要令个小朋友 剃一剃他的头发先 因为实在就算擦药膏也不方便 如果你的头发比较长 所以要剷光一点 接着要看一看他的头疡分布位置 然后按他的头疡的性质 譬如有些头疡呢 它是含龙一粒粒 但有些龙呢 它是没有办法爆出来的 有些刺激了好像很久 然后颜色好像是青青的 很多粒很多粒 蜜蜜麻麻 然后整个头都是 然后呢 那类情况呢 不要只用药膏的 其实你甚至要帮它排一排龙的 我们建议就是要放的 要放的 因为你不放的话 那拋东西里面的菌一样在 放的 先放一笼 做消毒 接着用一些修补的药膏 然后塗一塗它 然后我们应用很多不同的草药 其实很多的 我们有一些草药呢 譬如大家经常听的 百花蛇蝎草 半枝莲 然后鱼腥草 这类的草药呢 半枝莲 那些人经常用来清干火 其实可以外用的 这类呢 你可以直接煲 煲完 然后那个湯液呢 用来洗头也可以的 哦 这样的 是 哦 OK 那我小时候呢 整天有婆婆呢 都煲一些叫菊牙蜜牙的东西 给我喝 我都不记得了是什么味道 是 是什么来的 什么叫菊牙蜜牙呢 其实就是呢 呃 类似小蜜 蜜牙的杯 就是应该怎么说呢 类似小蜜的壳 对不对 就是打完那些菊叠出来 剩下的壳 对了 对了 那类来的 因为呢 这一类药呢 在我们中医 用来医疑科小朋友呢 全部都是 第一没有胃口的 第二 以前可能小时候有些金迹问题 金迹 你听过啦 岳鱼 是不是金迹散那些呢 生迹啊 你这个小子吃那么多东西 你是不是生迹啊 那类了 那类了 迹的意思就是 迹住了 整天顶着胃 吃不下东西 又拔不了屎 这些就是类似迹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那个脾虚的问题 你不能够吸收 吃不下 拔不出 然后这类呢 它就会慢慢令到 那个小朋友的皮肤 会变黄了 嗯 所以整天都说 金迹的BB呢 又皮黄 但又骨瘦 跟着它的内分泌好 它免疫系统好 全部都很差 那所以你说 特别容易出头疡 那些问题 也都有可能 但也都要夹杂了 它会不会 曾经又吃过那些热气东西 或者它体质里面 有团火在那里 有团火在那里 它一样会导致 濕加热 变濕热 濕热皮肤又不好的 嗯 明白 这我刚刚会想起 我小时候的所有的 这些的仪式回忆 因为我记得喝谷牙蜜 还有一个竹蟹毛巾 就是这些是小时候 必定会喝的东西 你认为了 竹蟹毛巾 我相信 应该是利尿去水的东西 是啊 清深火啊 利尿啊 去湿啊 那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经常吃这些东西 就是我不停在皮状啊 还有干火啊 那方面的东西 都是 我老婆一早知道 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衍生了这么多 这些的瘡仔啊 痔痔啊 那些什么东西 是啊 民间传统智慧啊 婆婆根本很清楚 这个就要健脾清火去湿 啊 然后做足了之后 健脾清火去湿 慢慢好啊 然后你的体质慢慢改善 然后你的金脊就开始少 由皮黄骨瘦变成现在这么健脆 是不是 那就是身体健康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又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接触病人的妈妈呢 在我认知那些现在 就是那些工作妈妈也好 或者大过了出来的朋友 那些小朋友呢 我看到他们 这个方法呢 很少要煮这些什么谷蓝蜜啊 谷蜂蜜啊 谷蜂蜜啊 这些的凉水啊 给小朋友喝啊 他们比较是偏重了在西医啊 西药啊 或者一些的 食物啊 维他命啊 各方面的东西 那你又怎样看呢 会不会吃到维他命多 小朋友会比较醋啊 或者是便秘啊 各方面的东西 那又不能够一概而论 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有些案例 有些小朋友吃很多维他命 譬如含维他命C啊 维他命B啊 然后有些minerals啊 是 那类的脂肥蜜吃太多呢 他真的不能够糊 真的容易皮肤出一些红种啊 但是一般医生或者中医 看完之后 可能说他敏感 但是其实未必关事的 可能是他腸胃呢 他本身不缺乏 你加多了给他 他就有问题的 所以脂肥蜜的应用基础就是 你首先要确定他是不足够 你才好用啊 又不要说他本身很多东西 你又不停塞下去 那正常都会变病的嘛 是 那现在呢 你说吧 因为你刚才说谷牙 蜜牙 竹脊毛巾 或者一些方法呢 现在 近这几十年 其实以前你应该听过 有一些叫开奶茶 有些叫七星茶 就是那类的疑科的用药呢 其实大概就涵括了刚才的效果 明白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也记得呢 以前香港已经禁止了 不准买橡牙 你也知道了 是 曾几何时呢 他的橡牙店 有这个橡牙丝 是 橡牙丝 我都很记得我了 婆婆好像都买过这些 回来煮东西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药用价值 还是怎样的呢 这个呢 首先要看先 因为橡牙丝呢 据我了解 应该不一定是入药的 但是那个样子 似的 我可能问你 是不是那个叫凌羊角丝 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他是去买过这些类似的东西 但现在已经是绝了 种不准买的 那个应该是凌羊 凌羊或者西牛角 那时候呢 这一类的产品呢 都是用来去风的 因为小孩呢 他会有个惊风问题 比如有些妈妈 夜晚睡觉 整天一晚起很多次 不单止是喂夜奶 然后那个小孩呢 整天哭 不停的害怕 然后晚上呢 不停的很不安的情绪 这类的情况呢 通常小孩呢 就会用凌羊角的角 然后呢 刨屍的 还有用西牛角 用来刨屍的 这类呢 药物呢 煮完之后 可以令到干风平了 平了干风之后呢 就是意思是情绪呢 他会慢慢缓和的 医小朋友方面的 明白明白 那好吧 其实呢 我小时候喝这么多凉茶 你们是不是有个看法 就是小朋友 是不应该喝太多凉茶的呢 那当然啦 如果他本身是没有这样的需要 凉茶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角度看的 他就是清卸的 将他多了的东西排出来 那如果你的小朋友 不是说真是很实热 很灶火 不是真是多了某一些原料 变成了一些垃圾啊 病理产物 聚绩在身体 你就走去卸他呢 卸一下卸一下又变虚了 哦 OK 是的 明白 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就算花旗心 还是不要这么早给小朋友喝的 除非呢 你可以在你那个煲茶那里呢 你那个花旗心 加上少少性质平和的药物 助一助它 我们又比较建议啦 你可以加两样东西的 第一就是加些蜜门冬 嗯 第二就是加些金草 就是蜜棗的物体吗 什么啊 OK 是不是蜜棗的物体来的 不是蜜棗是一粒粒好像银针粉那样的 那么它用来 那么有趣 是的清心清肺的 那么再加上甘草 甘草 OK 煲什么也好呢 就煲花旗心就可以了 死火了 我呢 因为我小时候呢 我女儿小时候 我经常煲花旗心当个饮 因为怕死她会燥热 那么 我只加红萝卜 加蜜棗 加龙眼 那会不会影响到她女儿的长大 各方面的东西 也不会啊 你加龙眼又对啊 因为龙眼偏温 加龙眼又对啊 对啊 对啊 很配合的 那接着你可以坐回 令到花旗心没那么凉 哦 OK 那也是那句 当然是要各位老友记 如果要喝凉茶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也是 带个小朋友先给人把把蜜 了解一下她身体的蜜像 有什么的积狀 就是要喝一些適合的凉茶 就是不要乱喝 是吧 待会带她吃龟云膏 搞到人都虚了 有什么奔大碗 小小过来 搞到血压都低了 那不怎么办 这些人不建议这样做 就是我喝过凉茶也没事 算是这样的 那你之前婆婆 调调得你好的嘛 现在你就开始大大脊 大把东西要清出来 哈哈哈 那现在好 最后呢 我都想问了 那现在这么热的天气 就是煲冬瓜水 其实我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材的成分 在里面 只要是有时候去药材店 我将煲这个冬瓜水 他去收拾些东西给你 那那里是不是其实不算有任何很多的药材的成分 小朋友喝多一点都没问题呢 那一是这样的 冬瓜意米呢 其实是利尿为主 譬如现在 虽然现在的天气已经踏入八九月 九月份 这样其实 纳了秋了 纳了秋了 秋天来了 但是因为始终香港地方比较热的 那这段时间呢 你加多些泥水 去暑的一些食材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二米呢 我又是了 重新一次 不可以过量的 因为有很多人呢 过量喝二米呢 反而会导致那个情绪 有些不开心的那些状况 哦 会这样的情况的 会的会的 因为泥水太厉害了 其实有时候会导致那个人呢 第一可能很累的 第二呢 他又不单止化不了湿 他还会搞到那个人呢 可能呆呆滞滞滞的情况 这个情况呢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人试过的 但是我说说多呢 你自己秤一下 正常一两两 一二两 就是我们说三十克至六十克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要一落 下半斤下去 那就太多了 哈哈哈哈 这是二米粥来的 大佬 有些人这样喝东西的 哈哈哈哈 那不怪不得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这些过度活药症的老人 应该多喝一点 让我自己呆一下 是啊 血压也比较好一点 哈哈哈哈 是啊 我现在基本上这十四天 我没有饭吃了 因为我这个地方住的地方 我坐牢的 你也知道的 那我是没有这个电饭煲的 那我十四天都是没有吃饭 那我相信我的血糖 应该是跌下了 哦 那非常好啊 那你要查一下了 是啊 我也是三个月之后 就是在香港那边 我都约了医生 要验血的了 哦 哦好啊 那祝你快点回来 跟着再去看看 但是不要验这个 无岸肺炎的 哈哈 好okok 我现在先出关 我跟着要去看看 吃点东西先 再做一下运动 不要紧的 我待会第二节回来再聊天 OK